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的事我的事都是新北市 觀眾朋友您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那麼根據交通部檔案會的統計 在今年截至到8月底止 交通事故有多達這個24萬筆 那麼其中機車事故的死亡人數 就有多達1298人 讓人家相當的一個害怕 那麼現在呢我們的交通部長說 未來要增加這個路口的一個機車路口的一個部分 希望能夠降低交通事故的一個發生 那到底有沒有效果 那我們常見的一些事故的發生 原因到底是什麼 我們如何來避免呢 那在今天的節目當中呢 很高興的我們邀請到了 新北市交通警察大隊執法組的分隊長 柯亦成 歡迎 主持人 各位聽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新北交通大隊執法組分隊長柯亦成 是 再來介紹我們新北市交通警察大隊 事故處理組的分隊長柯亦成 亦成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新北市交通警察大隊 事故處理組分隊長柯亦成 是 非常歡迎兩位來到節目當中 那兩位其實都是在處理所謂的一個交通事故啊 對不對 或者是說當事故發生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去現場做一些處理嘛 對不對 那我先首先先請教一下 就是兩位的騎車的經驗好不好 先請亦成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剛剛私下有在聊 可能自己也曾經有發生過一些機車事故對不對 對啊 就是我在可能在剛買第一台機車的時候 就是在一個禮拜之內就發生了交通事故 哦 是 這個發生交通事故的過程就是說 我看到前方有一個那個機車騎士在要左轉 在那邊停等 但是我不知道可能經驗不足 就從他的前方超車 然後他剛好又起步 就發生交通事故 是 所以當下 是不是覺得 人身跑馬燈 就是這樣閃過去這樣子 然後想 天啊 我當時到底在想什麼 怎麼會是這樣騎車 那時候摔倒在地上的時候 馬上回頭看 回頭看有沒有車子在過來 今天如果有車子 從後面過來我是 哇 可能今天就不是他在現場 是 所以當下其實會對自己有個警惕 對不對 那至少是在騎第一台摩托車 大概幾歲的時候 買第一台摩托車 就18歲的時候 真的就是18歲 可是就是剛考完照對不對 還蠻開心的 那新車也有沒有很心疼 還是很心疼 但是至少 至少是那個 還可以坐在這邊 聊天 是是是 不幸中的大幸 是 那余謙謙是不是也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自己個人的騎車經驗好不好 我想就是 我想分享就是我前幾天 在要回家的路上 然後我就是騎在路上的時候 然後前方有一輛公車 因為公車它的轉彎半徑比較大 因為我們可能騎車騎久了 我們自己有經驗 然後我就想說 我們就騎在後面稍微等一下 因為它是要轉過去 它的半徑會吃過來一點 然後我就在後面等 結果我看到就是可能 比較年輕不知道的駕駛 它就覺得說公車好像要讓它 就從它的右邊 就是要超車 是 然後它的那個公車 因為它的那個視線死角 它在轉過來的時候 就是用那個半徑掃到那個機車駕駛 然後我自己 因為我以前 以前不知道的時候覺得 好像公車要 過來要讓你 可是你其實在騎 你騎久就覺得說 其實公車是為了要轉彎 怕說會撞到旁邊 所以才會吃比較左邊一點 才能右轉這樣子 那時候 後來是沒有撞到 不過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如果以前 我自己年輕的話 我可能也會直接這樣衝過去 對 所以有時候真的很恐怖 其實像我自己也是騎車又開車的 可是我現在越來越害怕 騎車這件事情 因為我很擔心說 就算你守規矩好了 有可能搞不好路上 大家講那個三寶 莫名其妙就突然從你的面前 給你穿過來 有時候真的是還蠻驚險的 所以這個騎車在路上 真的一些蠻危險的事情 所以其實大家應該要特別的來注意交通安全 對不對 是好 那當然就回過頭來 我們來談一下就是說 以新北市的一個最新的交通事故來講 到底有多少 狀況很多嗎 經過我們這邊數據的統計 就是統計今年1月到目前11月的總發生的事故 有大概23萬件 然後就機車的部分 機車事故的部分就佔9萬3千多件 然後所佔的比例大概40% 然後在總受傷人數方面 就是受傷人數大概5萬3千多件 受傷人數是8成 然後死亡人數是 總死亡人數是156人 機車是79人 所以等於是佔了5成左右 一個事故的發生 其實影響的可能就是兩個家庭以上 對不對 因為有可能有載人啊 或者是說有什麼其他的那個狀況 那個連環效應影響 其實只要是事故的發生 除了受傷必須要 去住院啊 那個修復這些過程之外 其實遇到死亡的這個狀況 真的是天人勇德 會讓大家就開始會去檢討說 怎麼會發生這個事情 怎麼會發生這個事情 然後回過頭來才知道說 原來其實 有時候你要真的在騎車的時候 真的要是多注意一點 那當然這也是影響到 為什麼會發生事故的原因 那是不是請余淺隆看一下就是說 當你們在處理事故的時候 是不是哪幾個是比較常見的事故發生的原因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一個車禍 就你們的經驗來看 就我們處理的經驗來看 就是 我們也有調異數據來看 就是 可能 就從我們今年1月到11月 我們的 就是十大噪音大概就是 為注意車前的狀況 然後 為保持行車安全距離 然後 為異規定浪車 然後或是 那個 為保持安全距離 然後為異規定減速 這是大概 就是這幾項等等的 然後 其中最重的 就是在 為注意車前的狀況的部分 它就佔了將近五成 就是可能大家 騎車的時候 沒有注意前方的狀況 可能就是 騎一騎 譬如說 就跟車跟很緊 還是說就是我騎一騎 我完全沒有在看 我只有看到說 前面車子有在動 我就跟著動 就是沒有說 譬如說 他剛好前面有狀況 他煞車 我煞不住 很多車禍都是這樣發生 不然就是到那種 五號制的路口 而覺得說 反正不會有人出來 就 騎的 速度稍微快了一點 就沒有注意到 左右方來車 很多車禍幾乎都是 這樣子發生的 像你剛剛講這個 你就是說 為注意前車的狀況 其實 也連帶的是 跟所謂 為保持安全距離 也是有一點關係對不對 因為如果你保持安全距離 當前面緊急煞車的時候 你才有那個 自己也要煞車的那個距離 才不會說我煞不住 然後撞上去 像這樣子的話 事故就是撞上了 算誰的 責任算誰的 後方嘛 就是我去撞你的話 就是我的錯嘛 對不對 所以觀眾朋友 如果要保護自己的話 提示我要保護自己的話 就是保持安全距離 你不能撞別人 因為你撞別人的話 其實問題是出在自己的 比較大事後面 對 嗯 對啊 我們交通部長說 希望能夠增加路考這個部分 那其實 是不是也來談一下 就是說 增加路考能夠 幫助我們的這些騎士 能夠更加的有經驗嗎 因為我會這樣的問是因為 當然我們 我們能夠騎車上路 表示我們都拿到駕照了 我們那個什麼比試啊 什麼都過 錄考都過 那表示說我們可以上路啊 那為什麼 這個調查是說 好像年輕人發生事故 機車事故的情形是比較多的 嗯 就是 年輕人發生事故 的機會比較 事故比較多 有可能是經驗上的不足 對 或者是 隨著年紀的增長 可能 在 駕駛人 駕駛人 駕駛人就會變成 轉換成 開汽車啊 是 這樣 所以有可能 但是 年輕人可能18歲 大家很開心的 我就去考上駕照了 我就很興奮的 我就上路了 但是 畢竟你在那個路考的時候 在 在監禮所考試 跟考比試 它都只是一個紙上談兵吧 那你真的到大路上 大馬路上的時候 那個狀況是 千奇百怪 非常非常多的 我覺得 就算一個成年人 都不太能夠應付得了 雖然我的車鄰很久了 但是 我覺得現在 我也不太敢說 真的到那個 像永和 中和啊 土城 我都覺得很害怕 為什麼 因為 好恐怖 我覺得一堆車在你旁邊 咻咻咻咻 這樣子的穿梭 就會讓人家覺得有壓力 所以 年輕人 剛考上駕照上路 可是遇到路上的一些狀況 其實是會增加 影響他們的一些判斷 所以我在想說 雨前是不是也來談一下 就是說 當我們這些年輕人 上路之後 他其實應該多注意哪一些事項 如果說真的 剛考上駕照的時候 你會覺得 剛考上駕照 我覺得可能要 就是要先注意 因為大家可能18歲 因為我們現在 目前台灣沒有正規的 就是機車的駕訊版 所以大家可能就是 可能就是家長教了 才知道說 怎麼樣去騎車 可是 往往都是缺乏一些 比較正規的安全觀念 就像我剛剛有提到那個案例 就是可能說 譬如說那個 公車的內輪查 那一種 那應該也是要經驗判斷 對 他們就是可能 就只知道說 反正我油門吹了 車子可以動 我就是會騎車 但是他們缺乏 譬如說一些安全駕駛的觀念 或是一些防禦性駕駛 像是 可能你騎在路上 現在路上其實圍停很多 你 就是要有一種 預防說 三寶 有可能他會開門 你可能會 離他遠一點 或者是說 譬如說你騎車騎在前面 突然有一些 像很多那種阿伯 可能騎車 突然下一秒 他就想說要右轉 他就直接轉 真的很隨性 沒錯 就是有點要 預測他說 他有可能要 先預判他 防禦駕駛的觀念 真的 防禦駕駛的觀念 對 不是你自己小心就好 你要小心別人 對 預防說 自己已經注意到我注意的衣物 可是你還要預防說 有其他三寶來撞 是 所以 我們平常在考駕照 是不會考這種東西 他文字的敘述可能就是 你答對了就有分 但是你套到那個馬路上 實際去執行的時候 其實 那個路上的狀況真的太多了 對不對 而且那個不會出現在你的比試裡面 不會出現在考題裡面 對 隨時都是那種 要隨機應變的 尤其現在 路上的狀況很多 像剛剛 余健也講到 現在那種公車 有時候一下子要靠邊的 然後 在玩客呢 又要切 馬上要切出來的 所以那個 摩托車呢 正常來講你是應該要等待 對不對 然後等他上了路了 我們再 從後面跟上去 對對對 但是 大家不想等 他就會直接就可能就是 切到另外一個車道 左邊往 往左邊切 往左邊切嘛 那他今天如果沒有 看後照鏡 注意到中間車道的車 可能就 走上去了 所以他其實切出來 他後面其實是有死角的 是不是 對 這樣子真的超危險的 那人家說這個天下武功 微快不破 對不對 但是呢 騎機車 或者是開車呢 真的快 是不OK的 在交通就不適用 對對對 在交通安全上是不適用的 所以 還是要提醒所有的朋友 要特別來注意一下 那就是回到說 如果說 像交通部長講的 我們就是增加路考 像現在 汽車考照的話 他其實有路考 對不對 就是要上路去做那個 學習 學習上路 那路考 機車如果增加路考這個部分 是不是能夠有助於 就是 我們的年輕的騎士 能夠增加他一些經驗的部分 一誠 其實 那個 交通部公路總局 就是在預計 明年四月開始 會實施那個 機車道路駕駛計畫 民眾上路的時候 就是會 先上六小時的學科 然後十小時的宿科 然後課程 就包括就是 駕駛行為 行淺的說明 然後道路駕駛的實質 路上訓練 教學後檢討 確實改進 然後針對這些 可能造勢的十大因素 來做加強 防禦駕駛的觀念 是 所以這是確定 應該會來執行的就對了 其實這也是幫助我們一些 剛上路的朋友 他能夠比較了解 實際上在道路上騎乘機車的一些狀況 那當然的確啦 那個馬路上的 呃 情形是非常多的 那種狀況 不是你自己可以想像的到的 有時候你都不知道 那個事情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但是 如果說透過這樣子的一個 考照的一個制度 路考的這個制度 或許真的能夠提醒 我們這些年輕的騎士 剛考上駕照的這些朋友 能夠比較熟悉路況的話 我相信多多少少應該能夠幫助 大家能夠降低整個事故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自己的騎車的那個 呃 怎麼講 你的嘗試跟你的 安全意識 習慣 對 安全意識 你如果真的想要注意安全的話 真的你就會小心翼翼的去 注意相關的一些細節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談 就是 其實剛剛 呃 我們的那個余謙有提到說 他處理事故發生的一些狀況對不對 但是呢 我們也在網路上去收集了一些 就是 九大這個三寶行為 我們來分享一下好了 首先來看到第九名是 整個城市都是我的遮陽處 來 余謙謙是不是跟我講一下 這個 這個應該是 夏天的時候比較會發生對不對 夏天的時候很常發生 是 就可能你騎車還沒騎到路口 譬如說路段上 明明停止線在這裡 那路段上這邊有那個樹影 那車子就停在旁邊 就是因為紅燈嘛 但是如果你提到那個停等線前 沒有的是那個 太陽很曬啊 對 非常曬 但是這是違規不行的 這其實是違規 就是像如果你靠在旁邊 可是旁邊是有一些紅線啊 或是黃線 這個其實都會被 依照到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55條或56條開罰 如果你停超過三分鐘 就是那個紅線停車 蛤 如果你沒有超過三分鐘 就是零停 依據55條開罰 但如果呢 你就是不好好地停 你就是路邊有樹影的地方 直接停了 那真的是相當危險對不對 那我們之前其實也在網路上看過 他就路中間 他就直接就停在路中間 這是太誇張啦 一般人應該會靠邊停 但是我看到那個是真的 停路中間是比較誇張一點 好 再來看到我們來看其他的 第八名是前方有光線攻擊 那這個部分是怎麼樣 前方有光線攻擊 就可能是 就是這部分有可能是說 那個 開到遠光燈嗎 有可能 然後有些可能 駕駛人就會去改車子 改燈光 然後那個角度可能就會比較高 會造成 對 常常會被那個 閃到 炫光的 有時候我騎車是 後面的燈 我是從那個後照鏡這樣子看到的 那個也是吧 後面整個都擺著這樣 就是對啊 然後就整個透過我的後照鏡 然後反射過來吧 然後就沒辦法看清楚 所以這其實都是有可能是經過改造 或者是不小心真的開到遠光燈 然後才會造成這樣的一個情形 對 這樣子比例其實也蠻高的耶 好 再來看 第七名 馬路當賽道 好來 余謙 這個就是可能 譬如說 禁速行駛這樣子 可能就是路上 譬如說 我們兩個都想出來 飆車一下 賽車一下這樣子 這個 如果這種情形啊 我們會依據 就是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四三條 就是危險駕車 或是禁駛 然後我們來做舉罰 這個罰則很重喔 對啊 我覺得這種故意的對不對 對啊 還會掉扣牌照 我覺得這個多抓一點起來 因為你影響了別人的那個安全 因為你可能就是在車陣中 然後就在那邊不斷的那邊轉來轉 就在穿梭 也會影響到別人的安全 而且這個嚴重一點的話就是 會變成公共危險啦 對 公共危險就是刑法的層級 這個是最讓人生氣的 然後如果說 像通常如果是真的這樣 他可能有會去改車吧 改裝車 然後再加上那個噪音對不對 噪音車啊 然後改車這樣子 這個多把一點 好 再來我們來看到第六名是 騎車搖晃逛大街 來 一成 騎車搖晃逛大街 這我講 坦白講 就是說假設我經過那個菜市場的時候 其實我會發現這個情況 因為有一些就是 歐巴桑歐桑 他可能就編起來 很新騎就在那邊看看 左看看 又看看 我自己是覺得是這樣吧 有可能騎一騎 然後突然看到喜歡的 就突然給你停下來 這個也跟剛剛一樣 這也是 道教官的一處罰條例43條 如果他真的就是 譬如說騎一騎 你們突然騎到一半 他突然停下來 騎到他喜歡的店 然後害你後面發生交通事故 這種有可能會造成就是 驟然停車 就是讓後方駕駛無法預警 這種也是一樣會依據43條去做開法 可是這種像這種也是有可能會掉扣牌照 然後掉腳架照 可是我像這種的話 即使他突然的煞車 然後照他自己沒有被撞到 他也可能沒撞到別人 但是他後面發生了車禍了 那他如果 就是看一看他覺得沒他的事他就離開 他有算兆討嗎 這個要可能要看他有沒有就是 報警還是說他知不知道這件事情 這個 他可能覺得後面的出車禍 他不覺得自己是他的問題 可是車禍是看因果關係 就是你有這個因素造成這個結果 所以不是說沒有撞到就不是車禍這樣 所以基本上就是騎車的時候要專心 好 你們就好好的騎到你要去的地方 不要左看右看的這樣子 被一些什麼事情吸引了 然後就在那逛大街 然後再來第五名是 慢速車 佔用內側車道 好 誰要來分享一下 這個部分 我覺得現在有個盲點是說 有些就是 比較多個車道 他可能最內側他是禁止機車吧 對不對 或者是說現在如果沒有禁止機車 他的內側車道還是所謂的慢車不能夠 就是機車不能夠騎 現在所謂的路權是怎麼來定義的 機車一般就是騎在那個慢車道 跟慢車道相鄰的其他車道 等於說你有三個車道 慢車道 然後中間車道 然後快車道 中間機車也是可以騎的 所以內側才會特別去話說進行機車這樣 是 然後像那個慢速車佔用內側車道 像這種就是 這種在一般道路比較少見 這種在快速道路跟國道 可能會比較常見這樣子 是 就是可能 低於 因為可能內線車道可能 速限是110好了 他可能開個六七十而已 這樣子會影響後方駕駛的形式 這種我們就可以依據 就是道路段關係處罰條例 40條的 就是行車速率低於那個 就是速限這樣子 你高於速限會開發 低於速限也會開發 對 那可是像說如果是兩線道的話 我現在有時候騎機車我都不知道 我自己應該騎哪裡 因為我明明假設說我在那個外側的車道 我就是騎在中間騎得好好的 結果 那個後面的汽車他就會來幫我 然後我就覺得我騎在這裡有錯嗎 感覺他來幫我 就是希望我能夠靠右邊 所謂大家的習慣 台灣人的習慣 好像騎摩托車就是只能騎在邊邊 不能騎在中間 這到底是對還是不對 這個就是駕駛人路權的觀念 觀念的問題啦 因為其實你一台機車騎在路中間 它也算是一台車輛 對啊 其實你要尊重 也要尊重它 是啊 所以如果你要超車 你可能 會適宜一下 或者是從內側超車 對嘛 感覺就是好像那隻巴尼 你趕快靠右邊 然後我要走的那個感覺 所以機車其實是 也是有路權的 機車不是說跟它適宜 我就只能一直靠右邊騎 對不對 所以這是非常 然後這個 目前我們台灣的車道管理 可能就是用車種來劃分 來規劃車道這樣 但是我看 因為我有在看一些 什麼網紅啊 那些都有在討論 討論那個路權的問題 是 所以他們現在是比較偏向說 用速度來劃分車道 就可能內側車道是 比較快速的 外側車道是越來越慢的 然後可能就機車在內側車道 其實也可以騎 然後就可能 因為如果你機車在 如果用車速來劃分的話 其實你變成機車也可以在內側車道 不用兩段式 直接左轉 因為現在機車的性能也比較好 因為那是以前可能 譬如說機車性能比較不好 騎的比沒有汽車快 所以才叫它去外面 可是現在汽車像 隨隨便便都可以騎到一百多 一百多 對啊 所以我是覺得是用速度來管理這個 化分車道是會比較OK的 但是現在還沒有 只是說一些網紅的一些建議 但是還是需要那個什麼專家 跟我們政府去訂定這樣 討論會談 對 不過現在真的是路上狀況很多 騎車都是要特別小心 好 再來看到我們的 進入到我們的第四點 紅綠燈真的只是參考 這不是好像只是發生在中南部比較輕 比較對不對 是 好 那個誰 余謙 紅綠燈只是參考 像這種我覺得比較多是在那種 紅燈右轉 因為大家可能想說 反正右轉又不會影響到其他人 然後反正我就轉過去一下 又沒什麼 對啊 可是這個其實紅燈右轉其實 你說會 就是也是會影響就是可能對象的執行車 你這樣轉過去 人家執行車過來 也是會有產生交織 所以這個其實也是 而且紅燈右轉其實 現行法規 記點是記蠻重的 記點是記三點 如果你記到六點的話 你就要掉扣駕照 是喔 六點掉扣駕照 然後紅燈右轉就記三點 紅綠燈真的不是參考用的 大家還是要配合一下 好 再來看到第三名就是 任意的換車道 欸 這就感覺好像也是 到那個超車道那個感覺 是一樣的 這個換車道 這個換車道的其實 可能在開車 駕駛朋友在開車的時候 要那個切內車或是切外車這樣 其實都要打個方向燈 提前打方向燈 像我自己開車的話 就可能會在入口的前 前30公尺 然後就要開始打了 提醒後面的人要注意了對不對 或者是可能車鎮比較密集 就是你要先 對啊 先跟後面講一下 我要切出去囉 對 所以這個換車道的這個部分 其實也是很危險 因為如果說你沒有打方向燈 然後咻姐就把它切出去的話 可能會影響到後面的人 然後發生事故也是有可能的 好 這是 這個部分 我突然想到我在之前開車 那個新裝上大漢橋的時候 然後突然有一個 我要切內側道 但是有一台重機 就沒有開燈 突然咻 刷卡 天啊 好恐怖喔 所謂的刷卡是怎樣 就是兩台車子中間 然後咻這樣子 沒有 就從我旁邊刷過去 天啊 原來刷卡就是他們的咻 就咻得很快 因為它沒有開大燈 我沒有看到它 所以 這個突然讓我想到 好 再來 進入到我們的第二名是 隨意跨越到對向車道 像這種 對向車道 就是你可能轉彎的時候 可能還沒到 因為我們一般轉彎是 可能要先騎到 路口的中心處 讓人家知道說 你要轉彎 對啊 你就才轉過去 可是有些可能 比較急著轉彎 想說因為對向車 執行車很多 想說怕 等到執行車走完了 我再轉彎 浪費我自己的時間 所以我想說趕快轉 直接切 直接切 然後就從 譬如說 路這樣 它就直接切這樣 切橫的 切西瓜切過去 然後直接走到 先從對向車道 再慢慢歸過來 我最討厭這種情況 有時候騎在路上 遇到這個 真的是很生氣 因為理論上 你左轉車 本來就要讓執行車先走 對不對 但是他們不肯 它就直接就 就直接那個 直接切西瓜 就你們講 這個在 那個交通的尖峰時間 是很常有的事情 就是可能 機車的車流量大 然後那就是一窩蜂的這樣 逆向這樣過去 對 真的 這個是我自己騎車 在路上 遇到最多這種狀況 所以我看了 其實會非常非常的生氣 對 然後現在這個 因為我們今天 剛好12月1號 有那個 新智 科技執法 科技執法有上路 對 所以有些路口 它會抓這個 跨越對向車道 好 提醒大家 12月1號科技執法上路 有一些路段 已經在開始抓這種的 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下 不要跟荷包過不去 然後這個地點的話 大家可以到那個 我們新北交大的網站 看有哪些地點 因為地點都會公佈 是 重點路段會公佈 但是也不要說沒有公佈的地方 然後你就覺得那個沒事 然後就可以繼續來 做這樣子的一個 任意跨越的 好不好 再來看到我們的 第一名 高達65.4% 方向燈跟後照鏡是選配 也就是大家從來 那個什麼 方向燈是有啦 然後後照鏡也是要讓你看的 但是你從來不看 就是非常隨意的 隨意的 我想要走哪個車道 然後我想要變換車道 我都是自己來 然後都不用跟人家打招呼的這一種 是不是 好 那個後照鏡 它一定有它的作用對不對 來,雨菁跟我們分享一下 後照鏡最大的作用是什麼 我覺得是你在可能 在變換車道的時候 你可以先看說 後方來車 到底有沒有 大概距離多遠 你才有辦法去做 可能變換車道 或是轉換的動作 是 像我自己在騎車的時候 有時候看到 前方或是旁邊的那種阿伯 他的後照鏡整個是 垂在那邊 我就想說 這樣子我過去 他真的看得到我嗎 是 或是像剛剛那個方向燈的部分 有時候你騎一騎 突然阿伯 就一直靠你很近 一直靠你很近 對 就想說 那這樣子 我是要跟你一起過去嗎 是 然後有些時候是因為方向燈 我不知道是忘了切回來是怎麼樣 他可能要左轉 然後他打的是右轉方向燈 然後他靠過去的時候 突然又給你轉回來 我就覺得那個狀況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 好的那今天要做這樣的一個節目 其實就是希望說 觀眾朋友能夠注意到 所謂的一個騎乘機車這樣子的一個習慣 要能夠平平安安的回家 最重要的是 我們一定要遵守交通規則 那麼今天也非常謝謝兩位的分享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節目內容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